你知道1956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吗? 1956年,法国摄影师克里斯·马克来到北京,并用手中的摄像机拍摄了一个简短的纪录片。 马克在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里,真实记录了1956年的北京,也记录了那个时候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马克的镜头,走进1956年的北京,走入1956年老北京的生活。 镜头从明十三陵开始,路边巨大的石牲像,默默在此守候数百年。 他们从明朝便开始助力在这,见证了朝代变迁,政权更迭。 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本身。 穿过田间地头,马克来到清晨的北京,清晨的北京被一阵雾霾笼罩。 当时的北京经历数年战乱,城市绿化还没有完全恢复。 走在马路上的行人互相看不清对面人的脸庞,他们在迷雾中坚定地走着。 就如那时的新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第一代领导人们,或许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但却始终坚信方向是正确的。 乌霾散去,身穿吊带裤的小朋友手牵着手,在老师的带领下,踏着古朴的地砖前往幼儿园。 看着马克的摄像机,他们没有表现出羞涩和惊讶,而是好奇地望着摄像机各个都露出纯真的笑脸。 医院旁,一位男子正在进行陈练,他手拿长剑,身体和长剑融合一体。 镜头前的他随风舞动,一朝一世都优雅至极,处处透露出中华武术的底蕴。 北海公园人山人海,这里曾在清朝时期是皇帝的私有园领,普通人是无法进入的。 而现在家长可以带着自己的小孩随意游玩,老师则带着学生无忧地荡着鞦韆。 在一所体校里,身穿红色制服的学生正在进行双杠训练,全身倒立,随后翻滚。 这些高难度动作在镜头前被表演得游刃有余。 单杠表演者上翻下跳,他们重复着每日的训练动作,只为能够在赛场上夺取更好的成绩,从而为国增光。 跳马运动员使劲一跃,焕发蓬勃生机,他们所展示出来的精气神,就如当时的新中国,出生不久,却处处充满活力。 上午十点,马克走在马路上见到了结构复杂的鸦路机,那时候的鸦路机还是蒸汽式鸦路机。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道路都是用画面中的蒸汽式鸦路机碾压出来的,为当时新中国的道路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大街上,有人还穿着民国时期的长跑马褂,但更多的人则是身穿当时最流行的解放装。 这位裹着小脚的老奶奶背着年幼的孙子,迈着细微的脚步,步履蹒跚地向前走着。 穿越前门,来到西丹,这里虽不及前门的繁华,但商业氛围顿时浓重起来。 大街上推着木车的小贩,正在向面前的顾客贩卖白菜。 水果店里面新鲜的柿子,苹果,香蕉,被商贩摆出来进行销售。 露天的小物件各式各样,应有尽有,还有摆放在露天的各种瓷器,看上去精美绝伦。 天桥下的杂耍艺人在众多人的围观下正在进行卖艺表演。 这位白衣男子将双腿放在分开的凳子上,身体成一字马形态。 这种表演极为考验身体的柔韧性。 随后该男子手持官公刀,在大街上熟练地舞动起来。 只见他刀如白蛇土信,丝丝破风,又如蛟龙穿梭,游走全身。 时而轻盈如燕,挥刀而起,时而快似闪电,落到干净利索,寒气逼人。 紧接着一个五六岁的孩童出来,他把自己的身体弯曲成不可思议的弧度, 随后做了一连串前后翻滚,就像汽车的轮胎一样灵活。 如此精彩的表演,深深折服在场的每一个人。 由于没有众多股建筑的限制,这里反而更适合施工,画面中的工人正在热火朝天的忙碌着。 而在他们一天天辛勤的建设中,一个崭新的西单拔地而起。 这是当时的小学,那时候的小学生还不必为分数而苦恼。 他们在课桌以外做着各种户外实验。 有人在做刺绣,还有人在做化学趣味小试验,甚至还有人在做观察百叶箱做气象记录的。 当时的大街上出现的交通工具大多是单车和进行改装过后的三轮单车,至于汽车则极为少见。 但即使这样,还是有人站在路口进行交通指挥。 这辆进行改装后的三轮单车,上面还写着儿童专车。 三轮单车在大夜的使劲灯榻之下,急驰而过。 当时恰逢国庆节,在北京天安门,马克记录下了新中国的第七次国庆阅兵。 1956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人声鼎沸。 英勇的解放军城邦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朝气蓬勃的中学生手持红旗,整齐华衣地通过天安门。 身穿统一制服的小学生系着红领巾,打着军骨。 而挥舞着各色彩带的小学生则紧随其后。 当时的国庆节,足足有50多万人参加国庆典礼。 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庆祝着这个伟大节日。 新中国的伟大领袖站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和底下的群众热情地进行着互动。 伴随着夕阳西下,最后马克来到了位于北京西郊的颐和园。 昆明湖上的女青年扎着辫子,身穿朴素服装,在镜头前滑奖而过。 湖边的青年学生在红旗下抒发着各自的情怀。 而这部拍摄于1956年的纪录片也在此定格。 本篇最后,马克说道,他们回顾着历史,展望着未来。 我记录他们,倾听他们。 1956年的新中国是建立在一片废墟上的国家。 当时国内百废待兴,国际上欧美等国则对我国进行孤立政策。 而马克此时的到来,无疑代表着西方等国的目光,对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做了一次客观的审视。 影片娓娓到来,从清晨到黄昏,从大街到小巷。 在当时不仅向西方国家展示了我国最真实的面貌,也为现在的我们保留了那份最为珍贵的回忆。